我覺得陳輝文應該是有非常大的一個扭曲 那麼事實上那一天 我們下節目之後非常短暫的 事實上我沒有特別提到 我們的助理費的使用 事實上我們都是從來沒有讓助理來出錢 那我記得當時的民嫌還在講說 還開玩笑 說他的辦公室的零用金從哪裡來呢 他是那個通告費 因為他上節目通告費 然後來支應辦公室的零用金 那時候我也有講說 我的零用金從來不會讓助理來出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非常簡單的談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到陳輝文的嘴巴裡面 會變成這樣的一個不堪或羞辱式的言語 那我覺得其實民嘴想要 製造流量或製造話題的話 大可不必這樣的扭曲 還有用羞辱式的言論 製造車 好嗎 有